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这样行才可救自己 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要救自己 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懒惰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 聚练粮食 懒惰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 躺握片时 你的贫穷 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无赖的恶徒 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用眼传神 用脚示意 用指点化 心中乖僻 常设恶谋 不散纷争 所以灾难必忽然 临到他身 他必请客败坏 无法可治 耶和华所恨恶的 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 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蛇 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图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在箴言六章一到十九节 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的一开始 在第一节到第五节 其实是提到关于 一个非常实用的原则 就是我们如何和人互动 那么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有关系 但是也需要有界限 所欧门提醒我们一件事 在第一节说 我而你若为朋友作保 替外人挤掌 那个替外人挤掌的意思就是 两个人共同确定了一个约定 叫做替外人挤掌 这里讲到的是 你若为朋友作保 替外人挤掌 那么这里就讲到的是 朋友跟外人 那外人就是陌生人的意思 好 在这里提到的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那个界限 作者 所欧门要告诉我们是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在第二节说 你若被口中的话 话语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抓住 意思就是说 我们曾经许诺 或者是语诺别人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证据的时候 这个叫做缠住或者是抓住 那就很麻烦的 所以因此 所欧门特别告诉我们 在第三节说 我儿你既若在朋友手中 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 事实上所欧门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如果你要帮朋友作保 这件事情从后面来看 千万不可 为什么不能帮人作保呢 乃是因为 这很多时候是超越我们自己的能力 因为作保其实就是 为着别人来担保的意思 假如那个人 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这个责任是绕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不建议为别人作保 那么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保证人的能力 那就算你很相信自己的眼光 就算你知道认识这个朋友 但是你没有办法 掌握整个事情的发展的结果如何 你不晓得 好比说整个环境 好比说后来 像前阵子我们看见那个疫情的发生 这些事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的 假如我们轻易为别人来担保的时候 这是一个单单责任的事情 这个单单责任 应该是要由当事人来承担 而不是好像是由别人来承担 所以当我们去作保的时候 我们就等于就是帮他来承担 这个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得承认 这是一个智慧 所以索文提醒说 假如你真的是不小心 你去为别人作保的时候 他说第三节后半段 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这个自卑就是非常的谦逊谦卑 甚至自己低声下气 赶快给你朋友 然后去求朋友 把这个作保的约解除 把这个作保的约解除 甚至怎么说呢 第四到第五节说 不容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盾 要救自己 如鹿脱离猎父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他说你要积极一点 你要不要说好像很慢 赶快 你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 你不要让你的眼皮打盾 你要赶快完成这一件事 就是赶快把这个 求你的朋友 让你的这个作保这个事情 作废 因为免得你成为别人的 他说第五节说 好像是猎父的手 好像是捕鸟人的手 好像你会被捆绑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要有从神来的智慧 免得让自己 身陷在困难之中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 箴言六章六到八节 这是索罗门王他继续表达另外一个主题 那个主题叫做懒惰 他提醒我们提醒的非常的精确 他说第六节到第八节 懒惰人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 聚念粮食 所以他提醒我们说 我们看到那个蚂蚁 他能够在夏天的时候来预备冬天的食物 代表什么 非常殷勤 非常的努力 那我们应该是如此 他们没有任何的指挥官 没有元帅 官长 没有君王 但他们可以自动自发的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的就是被动 所以自律性不够 我们需要有他律 但是我们看见蚂蚁不是 他们的自律性很够 继续他形容一件事 就是因为懒惰的人 为什么自律不够 因为常常体贴肉体 这个常常体贴肉体 在第九到第十节说 懒惰人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顿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他这里提到了用这种三段式的描述 来而再再而三的来强调 那一种睡觉 以我们最直接直白的话 就是在床上呢 这个翻来覆去 就是不想起床 这就是懒惰人的写照 那么懒惰会有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他把你人法 在第十一节 他说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到树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意思就是懒惰 就是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叫做懒惰 那懒惰因为他走得很慢 因为他什么事情 他都很消极 所以 所以就有贫穷 第十一节说 贫穷 他就必如强到树来 很快的来追上 因为他走得慢 那接着缺乏就仿佛就会拿到 而且拿到兵器 代表来者不善 所以贫穷和缺乏 一样就会容易追上揽薄的人 所以如果一个人贫穷 一个人缺乏他会怎么样 他就开始想东想西做坏事 接下来我们要看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看第十二节说 无赖的恶徒 那么这个原来 这个当我们一个人 懒惰到一个地步 竟然会成为一个无赖的恶徒 人的懒惰是因着犯罪而引起的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么所以他就开始提到了 当我们一个人 因为懒惰 所以以至于贫穷 以至于缺乏 到最后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开始有一些错误的动机 所以从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 他这里讲到了 口 眼 脚 还有指 手 还有心 这些都是指的权人 当然这些事情也对应到哪里呢 对应到十六节 那个十六节讲到的是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证悟的共有七样 那这七样是什么呢 在这里仍然提到了 高傲的眼 沙皇的蛇 还有手 心 还有脚 等等等等这些 说明了一件事 就是全人的影响 所以一个人懒惰 不是只有他身体的懒惰 或者眼睛的懒惰 不是 是全人的懒惰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带来什么呢 在第十五节说 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 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一个人假如继续陷在罪恶之中 是没有任何指望的 所以懒惰之后会犯罪 犯罪之后动机会错误 错误之后会犯罪 犯罪之后没有指望 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次序 在第十六节讲到说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中所恨恶的共有七样 这里讲到六样或七样 后面讲到了七样 这里是一个很典型的 希伯来诗歌的题材的一种文学表达 他的重点在最后一个 因为他说共有七样 那个七样在哪里呢 就是在第十九节后半段讲到 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 所以往前看第十四节讲到的也是不善纷争 所以十二到十四节跟最后讲的十六到十九节 讲的是同样一件事 就是只要一个人懒惰 他的状态不对 一个人懒惰他就容易犯罪 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殷勤多做主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会体贴肉体 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用肉眼看见神 你要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就看不准 以至于我们找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借口 来唐塞来婉拒 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竭力追求 让我们努力不懈 让我们成为神你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 是上帝你所爱的儿女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